你知道可口可乐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市场的吗? 事实上,早在百年前,可口可乐就已经进入中国了 比如电影《八百》中就可以看到那时候可口可乐的宣传壁画 1978年,可口可乐与我国的中良集团达成了友好合作关系 借此可口可乐进入到中国市场 并风靡到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成为最畅销的饮品之一 然而,这却并不是可口可乐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民众的视野当中 说起可口可乐和中国的缘分就需要回到1927年的中国了 1927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还是比较缓慢 但是城市化的脚步已经开始 于是可口可乐看准时机进入到中国市场 并首先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进行销售 试图占据中国的饮料市场 而为了能够满足可口可乐的供货需求 可口可乐还直接在中国建立起了工厂 与屈臣市汽水公司和山海关汽水公司合作 不得不说,可口可乐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 就拿选择的山海关汽水公司来说 它可是中国最早的汽水企业之一 山海关汽水公司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还颇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因为它生产的汽水味道非常独特 质量也很有保障 而可口可乐便在1931年 正是与山海关汽水公司合作的 并将将天津区域的独家代理权给到了它 当然,与可口可乐合作的两家企业也并没有其失望 一举让可口可乐成功地席卷了中国市场 而当时可口可乐的制作方式也非常特殊 一方面是中国的汽水生产器械并没有外国的先进 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配方的保密性 于是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并没有将产品的生产重心全部放在中国 而是选择将可口可乐的浓缩液定期地运到中国来 然后再让合作的汽水生产工厂在加工程瓶装可乐后进行销售 要说可口可乐当时究竟在中国有多火 我们可以从一篇叫做《北平的少爷学生》的文章中看出来 文章开头用一段话讲述了北平少爷学生的日常生活 那就是穿着五六十元一套的西装 在电影院看看电影 可乐的话就喝一瓶可口可乐 饿了的话就到华美饭菜馆里吃饭 闲着的时候吃一口冰淇淋 口袋里也装满了美国制造的糖果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那时候的中国人特别喜欢洋人化 而可口可乐便是中国人与世界接轨的工具之一 特别是当时中国的上流社会和追求时髦的学生 都时常买上一瓶可口可乐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虽然不得不说这有点自欺欺人 但也正是这种思想才导致了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十分畅销 让可口可乐更加想抓紧中国市场 继续大力宣传 不仅是登报发布广告 也继续放大自己的洋玩意性质 让那时候少了文化自信的中国人更加迷恋 但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可口可乐早在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俘获了中国上流社会的芳心 成为他们想接近西方国家的工具 那么为何之后一段时间内 可口可乐又消失在了中国市场呢 当时可口可乐畅销中国 自然是让众多对家开始眼红 也有不少黑心商家看中了可口可乐带来的商机 于是这些黑心商家开始费尽心思地收集可口可乐的玻璃瓶 然后往里面灌自己生产的劣质可乐 来冒充正品的可口可乐对外销售 赚取其中的非法收益 而这种假冒可乐的事件成倍增加 严重损害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利益 最终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采取措施 登报公开向那些黑心商家喊话 倘若在发现有滥用可口可乐玻璃瓶 销售冒牌可口可乐的情况将会依法追究其责任 就此冒牌可口可乐的现象得到了环境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抗日战争的开始 让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暂时中断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因为当时中国的汽水生产工厂被日军所占领 他们不仅直接喊停了所有汽水的加工工作 也遣散了所有的生产工人 就连作为山海关汽水公司CEO的英国商人也被日军关进了几重营里 所以可口可乐不得不暂停销售 再加上 那时候的中国民众都在为抗日奋战 根本无暇顾及 所以就一直没有处理汽水生产工厂的问题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获得胜利 才重新将这事提上了日程 然而抗日战争后 可口可乐也经历了很大的一段瓶颈期 由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食堂储存不足 汽水出产量大大降低 这也导致可口可乐始终无法在中国对外公开销售 据相关数据可以看出 那时候美国的浓缩液运输到天津后 山海关汽水公司每天的可口可乐出货量仅仅在3000打左右 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可口可乐还必须先满足美军的需求 根本没有剩下的可口可乐可以拿给中国民众消费 直到1947年 可口可乐才开始恢复了以往的供货量 开始在中国上市 而一经销售 也立马成为了在中国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热门饮料 当时可口可乐在全世界的日销量就能够达到3400万匹 当时除了苏联 可口可乐可以说是畅销全球大部分国家 然而此时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发展却又一次遭遇挫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对于带有浓厚美国色彩的可口可乐自然比较排挤 毕竟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可算不上友好 支持国民党的中国处处压制新中国的发展 两国也没有正式建交 于是在政府的推动和人民的意愿下 可口可乐由于政治因素慢慢退出了中国市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消失在了中国人的视野当中 时间在回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 那时候的中国开始拥抱世界的变化 积极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而可口可乐也趁着这股东风再次回到了中国市场 也就此一直占据了中国饮料市场的重头 其实可口可乐在最开始居然是一种药物 这究竟怎么回事 可口可乐是如何诞生出来的呢 它又是为何开始流行起来的 19世纪80年代 可口可乐诞生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药店老板手中 这个老板叫做约翰·埃斯托伯顿 他的初衷是想研发出一种能够治疗头痛和疲惫的药物 于是将可口液体取物和咖啡因等成分结合在了一起 可是这种药物的研发成本非常高 于是他便想出来了一种方法 将这个药物气化成水 变成了一种颜色偏黑 还会冒气泡的饮料 这就是可口可乐 很快 可口可乐出现在了彭伯顿的药店里 并且只需要花费每盎司五分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起初很多客人出于好奇的心理购买了可口可乐 却发现这款饮料真的有奇效 能够让自己感到很振奋和一丝凉爽 之后可口可乐独特的口感 更是令无数客人开始复购 而可口可乐也成为了彭伯顿店里 非常受欢迎的药物之一 但一位叫做阿萨 格雷厄姆的商人品尝了可口可乐之后 却察觉到了可口可乐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商机 正好当时彭伯顿也感到 可口可乐的消费市场有限 因为很多人仍然对于可口可乐这种药物 不是很接受 只能在小范围群体当中受欢迎 获得的收益并不理想 于是当阿萨格雷厄姆 愿意出高价购买自己的可口可乐配方后 彭伯顿也是不假思索的 直接答应了下来 将配方卖给了阿萨格雷厄姆 后来阿萨格雷厄姆买下了 可口可乐这个品牌的商标 并对可口可乐的配方进行了 口感和味道方面的改良 最后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可口可乐 可光是有产品当然是不够的 阿萨格雷厄姆还开始进行 一系列的推广活动加大可口可乐的噱头 让很多消费者都开始期待可口可乐的上市 在20世纪初 可口可乐就已经成为了 美国数一数二的饮料品牌 随着可口可乐的发展 可口可乐开始又向国际市场进军 将可口可乐品牌推向全世界 而可口可乐的成功 当然并不是靠运气 它的推广策略是关键 比如可口可乐创建了 可口可乐小子这个形象 以此拉近了和消费者的距离 让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可口可乐 并喜欢上喝可口可乐 当然可口可乐的尝试 也并不都是成功的 可口可乐曾经推出了一款 新可口可乐产品 不同的配方 让所有的消费者都无法接受 变了的味道 更是令所有消费者 开始质疑可口可乐的研发能力 最后可口可乐 果然选择抛弃新配方 保留原配方 这才让这场争议停止 也保障了自己未来的长足发展 目前可口可乐 在原配方的基础上 也增加了很多口味 来应对消费者的口味变化 而可口可乐的存在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也并不仅仅是一款饮料而已 它所带给大家的青春回忆 更是让它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定位 十分稳固 那么屏幕面前的大家 是否喜欢喝可口可乐呢 你喝可口可乐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